这次我们介绍一下手动控灯 首先我们把需要控制的灯号提起来 这次我们要控制地零页的1到3号灯 按住1然后再按3 的话它就把需要控的灯全部灯都亮起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选取我们需要控的属性 这次我们选择亮度 点一下亮度 然后调节亮度对应的光轮 那么它外面的灯的话就会做出相应的调节 现在我把亮度调到255的 所以灯它就达到最亮 然后如果调SY的话你就再点SY 然后也是调节相应的两个光轮 那么它外面的灯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 然后提灯区上面有两个清除按键 一个黑色的是清除 选灯的 我按一下 清除选灯键 那么它就把我们刚才提的灯全部清除掉 但是外面的数据还是没有清除掉的 外面灯还是亮着的 然后如果按白色的数据清除键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把爽灯跟外面数据一起清掉 我们按一下 那么它就把外面的数据清掉 并且整个手动提灯的一些爽灯都会清掉的